為了要讓家父中心的誘導 可以躲過一個溫暖的冬天 前館長代表院是結合客戶的大洋無謀公司 作為現出愛心 館長200多年來的羽絨外套 要讓這些家父的小孩 可以穿水水、穿燒燒來過新年 中華家父的誘導 請上溫暖的外套 留老出花的笑容 讓人感覺很穩心 前館長代表院 退下館長一本 不過一樣繼續關懷家父誘導的福利 結合客戶第一名企業 代表有謀作為現愛 關鍵200多年有謀三 和家父誘導請溫暖 過何年 這239件 它一個一個去調查 針對每一個人 他的身高、體重、需求 都是做很明確的統計 可以說這些羽絨衣 都是為有需要的 我們的家父兒 我們的家庭來量身準備的 大洋羽毛是我們台灣前三大的羽毛的產業 而且他也很關心我們的家父兒 所以我去找到他們公司的董事長 跟公司董事長說 那我們就合作來做愛心 讓我們的家父兒 讓我們的需要羽毛衣的家庭 穿燒燒好過年 穿新衫過好年 中華家父父由由委員定郎 作為相應這份選情 大洋羽毛也真因性 可以將歌拼一個產品 回饋家父用愛打擺喊當 一起共襄政治做愛心 然後今天看到小朋友剛才有穿也真的很可愛 所以真的滿開心的 謝謝大家 關鍵意識當中世界某些冠軍李嘉峰也全天出席來表演 精彩模式迎著歡樂文憲的氣氛 中華家父竟然表示 因為社會起業跟小限愛和家父立東 在溫暖友愛環境當中來生長 多中華新聞 大家親和美 彩虹報道